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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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人考虑 他已经被罢官革职 不从亲发落 罚末其全部家产 大王赦兵 南孙海 寡人任命你为大将军 统领全国军队 整肃军纪 保我江山社稷 谢大王器重 臣当尽职尽责 不负大王厚望 南大将军 你回石凤村接家眷的同时 携带寡人圣旨 去查末至所家产 臣遵旨 于公 你执意不肯 接受寡人的任何赏赐 那好 寡人就随了你的心愿 准你回乡继续挖山 不过寡人得知 你为寡人送箭 途中连马都累死了 寡人 伤你两匹好马 你该不会拒绝吧 谢大王 于公领赏 你这是上哪儿啊 这老爷我还能干嘛 我给他们挖山的送饭 过去我跟南将军同朝为官 现在又跟你是同村为民了 缘分哪 至老爷 我们这是托你的福啊 不然我们孤儿寡母 怎么鬼使神差的 投靠你老家来呢 我知道 你这心里啊 还在怨恨我 可是啊 我跟南孙韩将军 并无什么个人恩怨 我与他的事情 那都是公事公办罢了 这人哪总有死的时候 官也有做到头的时候 你看 现在我不也成了一介草民了吗 知老爷 这叫山不转水转 哎 各位的兵器法器 我和蛤蟆老怪 都已一一查验登记过了 现在呢 还给你们 紫月啊 这个竹箫做烧火棍又嫌短 打狗棍的又嫌细 你留着他干嘛呀 那是你不会欣赏罢了 哥 你在那边还好吗 我想你 真的很想你 其实我早就想来看你 只是一直不敢 我害怕面对你 我害怕面对你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哥 你不怪我吧 哥 别怪弟弟 弟弟小 不懂事 哥 我走了 我 愿你在天之灵 保佑全家人 保佑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敬礼 你不让我杀季风 我只有杀满福了 不行 只要是季风的朋友 我都不许你杀 这不是什么法器 分明是一个普通的瓦尔勺 不对 草蛇神偷偷地把我的法器给换掉了 怎么我的法器也别换了 草蛇神呢 草蛇神 你也太阴险了吧你 怪不得你收缴我们大家的法器 原来你怀疑我们都是那件 竟然把我们的家伙都给通换了 岂有此理 走 找曹神神理论去 慢 如果他真的把我们的法器给换了 咱俩去找他 等于是去送死 这样咱看看其他精怪的法器 是不是也换了 如果是 我们大家一起去找他 众怒难犯 他兴许还会还给我们的 好 咱们走 走 孙涵兄啊 你这一回去啊 青娘 槐花 还有天启他们 不知道会有多高兴啊 是啊 是啊 他们啊 做梦都不会想到你回来了 肯定会吓他们一跳 可他们啊 肯定不知道会高兴成啥样 我是归心似箭 我真想他们哪 要不是云秀姑娘借我匹马 我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到火度呢 咱们得把马先还给她 阴魂不散你鬼头 阴魂不散你鬼头 快出来 阴魂不散 阴魂不散你鬼头 给我出来 女鬼头 快点出来啊 阴魂不散你鬼头 给我出来 快出来啊 是你们俩 找我们什么事啊 试试你们的法器 法器 我们的法器 法器怎么了 你们的法器怎么了 看看他们还有没有法力 我们 老哥 这 这 这不是我们的法器啊 我们的法器呢 简直莫名其妙 我什么时候调换你们的兵器法器了 以我的法力 就你们那些破烂玩意儿 我还不稀罕呢 破烂玩意儿 哈哈哈哈 我那个宝贝法器可是具有五千年的道好 哼 现在这个破烂玩意儿它只有三百年的道好 大千 你看 就这个破玩意儿还有什么法力啊 啊 我连刀耳朵都显得刺 我的法器也没有了法力 好啊你们 恶意栽赃陷害本件 想造反哪 大家不要吵了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我的肖是真的 靖姐姐 你的法器呢 我这也是假的 王母娘娘送给我的宝贝 总成这样了 肯定是有人调包 真是奇了怪了 我这个是真的 谁 谁在哪儿 大仙 是我 你不好好待在我手臂上 跑哪儿去了 我 我如厕去了 很明显 肯定是那个狡猾的内奸干的 那你的旋风锤是真的 这又作何解释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 内奸害怕大仙法力无边 对 第二 内奸故意这么做 就是迷惑大家 要大家把矛头指向大仙 子虞说得有道理 那个内奸害怕自己暴露 就使了个障眼法 故意绞了局 所以啊 我希望你们哪 千万不要上内奸的道 来 将军 好 就在这儿 芸汐 芸汐姑娘 谁呀 十一大叔回来了 芸汐姑娘 我们又见面了 别怕别怕 这位是南孙韩南大将军 这是芸汐姑娘 见过南大将军 明明见过南大将军 芸汐姑娘你好 余大叔 南大将军 快快请坐 好 快快请请 请请请 来 坐吧 坐 大将军请喝水 好 谢谢啊 来来来 我自己来 坐吧芸汐姑娘 芸汐姑娘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借你的那匹马呢 在半道上跑累了 说什么也不肯走啊 结果我就把它拴在道边了 回来的时候去找啊 不知道是跑了 还是被人牵走了 丢就丢了吧 没事 那怎么行啊 这牲口啊 是你家最值钱的东西了 芸汐姑娘 这回啊 我从国都给你带回一匹豪马 就算是我赔给你的 啊 余大叔 你救了我一条命 我还舍不得一匹马吗 这可不是一般的马 这是大王赐的 大王赐的马 那可是御赐的宝物啊 我可不敢使唤他 芸汐姑娘 大王赏赐的马 它也是牲口 你该怎么使唤 就怎么使唤 啊 余大叔这 芸汐姑娘 陪你的你就收下吧 芸汐姑娘 那 有句话 不是当讲不当讲啊 芸汐姑娘 芸汐姑娘 你找到婆家了吗 我要为我爹守孝三年再说 来 来了来了 谁呀 少侍男王子 这所呢 我要见他 谁啊 老爷 刚才 有人看见吗 没有 是您个半夜子 您的跑到我这儿来了 我已经打听好了 白天不敢来 所以才晚上 这发生什么事了 快走走走 这下我彻底完了 少是东 少是北 都彻底完了 大王子 大王子不是死了吗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都两天没吃东西了 先给我弄点吃的再说给你听 警方 来 赶紧给三王子做点吃的 赶紧的 快去 我早就料到 只要于公带着金龙宝剑 到了王宫 这王宫里不天翻地覆才怪呢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这新大王又密藏了南孙寒 这位重要的棋子 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 你们不倒才怪呢 至少老大哥 现在官兵在到处抓我 我想你们这儿穷山恶水的 他们也抓不到 所以我只能投靠你了 三王子 我这里藏不住你 你赶紧吃饱喝足 连夜逃命去吧 至少你也太不讲交情了吧 我们以前办的事 都是你我两人绑在一起干的 就说这次逼宫造反的事吧 也是因为你透露了金龙宝剑是假的 我们才这么干的吧 不然我有病啊 吃饱了撑的做傻事啊 三王子 我跟你透露了这个消息 是我信得着你 我并没有让你以此为借口造反呢 你的言下之意 不就是要我造反吗 再说 你还收了我那么多金子呢 我对你不薄啊 怎么现在就不管我了 三王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 并非我不管你 你知道的 鱼宫住在这个村 南村寒的家眷也住在我们这里 你这不是自寻绝路吗 这我知道 但是我现在身无分文 要逃也总得有点盘着呢 还得等风声过了再说吧 好 盘尘也握住 我说鱼宫啊 马上就要到十凤村了 我先去关崖调兵 查查治所的家产 你给我夫人带个话 告诉她我还活着 南将军啊 你还是先去见见你的夫人和孩子们吧 我想他们这会儿正在山上挖山 至于那个治走啊 他一时半会儿跑不了 你呀 还是先让家眷们高兴高兴再说吧 鱼宫你想得可真周到啊 就听你的 我先去见我的夫人和孩子 我跟你们说啊 我看鱼宫啊回不来了 华佛说什么呢 照揍吧你 你这张臭嘴啊 你们瞎猜什么呀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是说啊 鱼宫肯定被大王留下来 官府原职了 你们想啊 他献出金龙宝剑那么大的功劳 大王能不感激他吗 就算你大王挽留爹 爹也不会再做官了 没错 两座大山还没挖完呢 我看呀 爹现在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你们心思只想着挖山呢 亲娘 亲娘啊 余大哥这次回来了 亲娘 爹回来了 海花 天启 来来来来 你们瞧瞧 谁回来了 是丹将军 亲娘 亲娘 老爷 爹 是我 是我呀 这不是真的吗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没死 不是做梦 是真的 老爷 老爷 爹 爹 爹 来来来来 大伙儿吃吧 吃吧 吃吧 来 多吃点 孙涵兄 今天与家人团聚 又容身为大将军 真是可喜可贺呀 来 我们喝一碗吧 好 来 来 玉光啊 我们一家子全靠你们一家悉心照顾 我是感激不尽哪 来 我敬敬你们一家 好 谢谢你 来来来 这些年 亲娘带着孩子 孤儿寡母的真不容易 这回好了 你们团聚了 真是天大的喜事啊 是啊 是啊 老天有眼 我爸妈没有想到 我们一家人还能团聚 是啊 小做梦一样 托大王的红服 连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爹 我和淮花成亲以来 今天是第一次跟您吃饭 今天是大家团圆的日子 我这个做女婿的 敬岳父大人一晚 众汉 我看见你和淮花和和美美的 我就放心了 来 喝 来 女公啊 众汉是你儿子 也是我的女婿 算是我半个儿子吧 我这回啊 想把淮花众汉带回国都去 让她在军中做事 你不会舍不得吧 既然是亲家开口啊 我也没什么说的 坏话中汉啊 去不去呢 你们自己拿主意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南家您岁数也不小了 身边也得有个人照顾照顾啊 是 岳父大人 谢谢您 您的心意我心领了 可是 我哪儿都不回去 我只想跟我爹继续挖山 爹 仲汉要是不想去 那我也不去 就在石凤村相夫教子 再帮着挖山挺好的 还是娘和弟弟陪您去吧 我这是一厢情愿了 淮花 仲汉啊 别急着做决定 去不去呢 再好好想想 不用想了爹 我哪儿都不回去 我也是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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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想 我们是不是要跟你一起回国都 怎么 你也不想离开这石凤村 你看啊 大王不是答应你 两年以后再回到石凤村 跟渔公一起移山吗 你又无心官场仕途 何必 举家劳神 全家前往国都呢 我看 还不如等两年以后 你谢家归来 我们一家人再团聚 不是挺好吗 庆娘 我欠你们的实在太多了 现在 云开雾散 我有能力保护你们了 所以 我这才想把你们接到国都去 好好禁禁我当丈夫 和做父亲的义务啊 老爷 你的心意我都知道 但是 我真的 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你说 让我再回国都 去做将军夫人 让人伺候着 我还真不习惯了 再说了 槐花和仲翰已经成亲 那就是别人家的人了 他们不肯跟我们回国都 我实在不忍心 把槐花摩子俩 丢在这山沟里 这样 我心里不踏实 庆娘 你说的这些 我心里其实是明白的 你明白就好 你就一心一意地 按照大王的旨意 整齿君悟吧 若得空霞 就回石凤村看看 我们便知足了 两年的光阴 一晃就过去了 等你告老归来时 我们一家人 在石凤村团聚 好吗 亲娘 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 为这个家付出的一切 老爷 老爷 南孙寒不仅没死 还当上了大将军 人都说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怎么到了我这儿 就变成了三年河东 他三年河西了呢 南孙寒都回来一天了 也没什么动静 听满浮说 于公拒绝了大王的封官赐赏 兴许没什么事儿 别自己吓唬自己了 不管有事儿没事儿啊 西域的对头 现在手握兵权统领着大军 我怕呀 怕又能怎么样呢 但愿能平安无事吧 睡觉吧啊 睡觉吧 枯树金大树 这些年 你说话总是遮遮掩掩 说一半留一半 其实 其实我已经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我不就是被石封村 从那个祭坛上 抛下来的人吗 大仙有一次喝醉的时候 都告诉我了 娘娘都已经知道了 知道又能怎么样 难道还能够回去 娘娘 你到林仙洞 你到林仙洞来 对于我们林仙洞是最幸运的 你让大仙少做了不少坏事 而对于你也是最幸运的 有多少姑娘被大仙宠幸一阵 就去做苦意了 或者直接给小金怪做了老婆 娘娘 没有几个姑娘 能在大仙身边待过一年 因为你的聪明美貌 深得大仙的宠幸和信任 你应该感到欣慰啊 谢谢你 枯树金大树 你终于跟我说实话了 原来我真的是 原来我真的是 被石封村 从那个祭坛上扔下来的人 唉 我这个老木头 真是朽木不可凋野 娘娘 希望你 不要记忆我今天说的话 我是多嘴了 来吧 玉公 孙涵兄啊 爹你来了 楠大叔 你来了 你可真抓紧啊 刚回来就挖山了 闲不住啊 玉公啊 跟我一起办公务吧 孙涵兄啊 你是大将军 受大王之命 我如今是一介草民 岂能参与公务 别的公务不参与也就罢了 这个公务你得参与 我要让大伙看看 我们过去两个同案犯 现在又同时出来办案了 不妥不妥 有何不妥啊 我是请你来帮我的忙 治所的房屋家产你比我有数 还可以做我的见证人 这可不是打击报复啊 只是秉公执法不辱亡命 我们要把治所的家产悉数打搅 孙涵兄啊 孙涵兄啊 我知道你这样做 是想给我长长威风 这有什么不对呢 耽误了你挖山 我帮你补上 走吧 走吧阿玉公 来来来来 走啊 好好好 来 这儿 小心点啊小心点啊 包围治所将 是 大将军 老爷老爷 是 黄色寒带兵把咱们家包围了 老爷 老爷 到底还是来了 治所听旨 大之国大王赵曰 据查 治所勾结邵氏南 在所谓麒麟国奸细一案中 欠害忠良 犯有诬陷罪 在邵氏东等谋反篡位一案中 犯有泄露机密罪 本应严惩 年级治所年事已高 且以萧官为民 故从轻发落 若南孙韩大将军 全权负责查梦 治所全部加斩 上缴国库 治所 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来啊 在 查抄治所全部加斩 是 去慢 治所 你敢抗旨 大将军 可否 借一步屋里说话 不必了 大将军 我有重要事情要向你禀报 你的兵已经把我的院子围得是水泄不通 连只蚂蚁都爬不出去 等我禀报完了以后 你在查抄也不迟吗 南将军 南将军 先听听他说什么 南大将军 按照大治国的律法 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者可以折罪减刑 甚至可以免于处罚 律法 一事同仁 好 如果我用一个律法 是否适用于我 律法一事同仁 好 如果我用一个要犯的人头来换取我的家产呢 可否 要犯 什么要犯 你还有一个弟弟叫子孟 是靠行医为生 我还有个弟弟 是 大仙兔你成了仙 你长生不老 不过你弟弟 他是凡人 现在已经老了很多了 好 怪不得 怪不得我有一次回灵仙洞走着走着 竟然走到了村口 觉得那里的一切是那么熟悉 还以我突然 会得采药治病产生兴趣 以前我始终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 看来一定是某些记忆 仍残留在我的脑子里 我突然会吹哮 吹出了一首曲子 至今我都不知道 这是一首什么曲子 那支曲子叫与君别 是当年你吹给仪宫听的 那支箫也是仪宫送给你的 鱼公 娘娘 大仙跟鱼公几十年的仇恨跟你有关 天哪 天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跟我有关系呢 我都告诉你爸 你跟鱼公当年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 两小无猜 后来大仙看上了你 强迫石凤村将你进山神 生生拆散了你和鱼公 当时年轻气盛领工愤怒之下 捣毁了山神庙 怪不得 怪不得他知道我的箫 他熟悉我的气息 他居然还能够叫出我的名字 箫是他亲手送给你的 你身上的香气 他自然也不会陌生 我并不知道 不知道我当年 跟鱼公爱得有多么深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对曹山神的恨如此刻骨铭心 那是有一点我知道 曹山神 害死了他父母 又杀了他的儿子 这一切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这一 해서 所以他 Sahib少废去 他产生韬 Systems 但他们慢慢享受 凭力了 stedley 主持人 信 Meyer 很明明 破晖 通常我们有盲 ó 我饶不了他 子虞在哪里 他正在祭坛发呆呢 此时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找个子虞不在的机会 把那个老木头给我除掉 只要子虞在 他是不会让我开杀戒的 傻的明白 子虞啊 你没事吧 子虞啊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就好 那咱们回陵仙洞吧 走 你们听着 任何人不得出入 严加看官 是 老爷 老爷 这么做 可是会把三王子送上断头抬的呀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是先报自己吧 我总觉得这事做得挺不仗义的 我不能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老爷 两害相权 取其轻的道理我还是懂的 老爷 不要得罪 可爱 быть 我也是 好 还想是 这 我也是 来来来来 赵 赵世南 你看看我们是谁 这 南四汗 愚公 赵世南 你没想到也有今天吧 治嫂啊治嫂 你个小人 你竟敢出卖我 麻烦贼赵世南押回村子 严家承拐 我要亲自押他回共府 是 治嫂你不得好死 你们不得好死 严家 青娘 坏花 天节你们要多保重 我会抽空回来看你们的 爹路上小心啊 爹你早点回来 好 于空 我 我 我 谢谢观看